好,我们接着上一期的视频来讲吧 因为上一期的话我答应了说是讲一下这边留学的一些费用 那么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这一期也蹭一个热点 比如说蹭一个比较热门的留学国家 这样的话点击率会高一些 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吧 如果说你选择在波兰留学的话 那么你的留学会产生哪些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具体的是多少 我来主意讲一下 接着说一下 那么大家可能没有看上一期视频的 我就当是一个补充吧 波兰这边的话其实夏季的温度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七月份的时间 那么七月中那么还是穿的这样一个外套 也就是说这边的夏季的温度差不多 也就是在二十多度的样子 那么低温十多度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我看国内的天区暴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四十度 三十五度到四十度的样子吧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好一些 那么我发现我每回一进这个公园里边 天就阴下来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是吗 那么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说一下吧 在这边留学的话有哪些费用 那么首先第一个费用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学费了 学费就是肯定是少不掉的 那么之前我也有详细的讲过 一般的话在这边学费差不多是三千欧元一年的样子 折合人民币就是两万到两万五的样子吧 如果你是读的理工科 或者说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学科的话 那么可能学费会略微的高一些 差不多上涨到四千到五千欧一年 生活费 那么生活费的话又分为零零种种的很多了 比如说住宿费 伙食费 然后交通费 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首先说住宿费 那么在波兰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是选择住学校宿舍的话 一般这个费用差不多就是在一千到一千二人民币的样子 有些学校甚至可能会更少一些 我说的是每个月 那么一年差不多你就按照多一些 按照一万五来算吧 差不多就是一年一万五的样子 那么住宿搞定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火食 那么火食的话 在波兰这边一般如果说你吃学校食堂 或者说在外边的一些普通的小餐馆去吃一下的话 一顿差不多二十到三十人民币 当然了 大多数学生除非说家里条件特别的好 对于多数学生来说的话 可能就只是偶尔的在外边吃一点 然后自己平时做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算下来差不多一个月就是一千五人民币差不多是打住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算的多一些一年两万块钱 也是可以满足你的基本的生活开销 我说的这个基本生活开销就是火食这一块 比如说平时在外边吃一些 然后大多数自己去做 然后再留一些时间的话 比如说到超市去买一些零食啊 什么的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费用 那么在这边通勤的话 差不多一般对于多数学生来说 可能是以公共交通为主 那么差不多学生票的话 一个月的公交卡是在两百人民币的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两百人民币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当中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做这面的交通工具了 是不限任何的次数和时间的 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年的通勤费差不多算两千四吧 把函数价也都算进去 那么同样的话通勤也解决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再讲两个比较特殊的特例吧 比如说你想自己在外边租房 那么这样的话 差不多在这边一个单身公寓 一个月差不多要四千到五千人民币的 这样一个开销 如果说你是合租的话 差不多也要两千多三千人民币 那么如果说你自己在这边开车的话 选择自驾 那么一个月的开销 差不多油费加上车的一些保险日常养护下来的话 两千到三千人民币吧 差不多是在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说如果说以这种居家的标准的话 你的这样一个鸽子看到人就跑过来了 他以为我要给他喂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有个小松鼠打断一下 继续刚才再来说 如果说你是选择这种类似于居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话 那么你的费用肯定是会高一些的 那么至于居家方式一月的开销 这是什么虫的 至于居家方式这样一个一月的开销 或者说是一年的开销 又有一个小松鼠 看能不能拍到 接着刚才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选择这种居家的方式的话 那么这个费用你可以参考我以前有两期视频 是讲的在波兰我自己一个月的开销 以及一年的开销 那个的话就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了 这是我们刚才说了学费 住宿 伙食 还有通勤 那么这几个之外 那么可能还会你在这边长期生活的话 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医疗保险这一类的 一般的话在波兰这边 学生你买医疗保险 买一个正常的就日常看病的这种保险的话 差不多这个费用是在200到300人民币一个月吧 这个可能具体的每个城市不太一样 而且可能还会关系到你所买的这个保险的项目有哪些 说大家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算一下也就知道 一年的开销的话差不多在7万人民币以内 是可以cover住了 那么当然你如果说是在这边自己在做一些其他的兼职啊 或者说是打一些临时工啊 这种都是可以在填补一些收入的 所以说波兰这个地方 所以说波兰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对于国内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普通的这样一些家庭来说的话 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的教育质量我之前也讲了都还是挺好的 基本上关于波兰这边留学的费用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 基本上就这些费用吧 如果说再想到再说了 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这边比如说还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 比如说多买一些衣服啊 或者说是谈一个朋友啊 这样的话 你的可能开销确实会再高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像这种美国啊 还有西欧那边的一些国家的话 他的费用还是会低很多的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是在德国那边上学 那么他的话 一年的开销 他说人民币要在20万 甚至还更多一些 那么当然了 前提是他在德国的学费是全免的 因为那边是欧元区嘛 所以说花销肯定会大一些 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你应该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会有很多的不太确定的东西 或者想要了解的东西 那么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账号 或者说是像我上一期说的 可以大家组建一个微信群 然后供有相同需求的这样一些朋友 来进行相互的探讨 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些东西 再唠叨几句 那么我刚才说的是一些必备的一些生活的开销 那么如果说在留学期间 比如说你想要出去旅游 或者说是去其他地方去看一看的话 那么也会产生一些的开销 比如说你买机票 还有住宿 以及火车票 这样一些开销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 火车票有学生证的话 是可以打折的 那么如果说飞机票的话 折扣很少 但是欧洲这边有一点比较好的 就是它有廉价航空 有时候可能 一两百块钱人民币 你就可以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大一个蘑菇 这个是野蘑菇 应该是不能吃的 我们继续接着刚才的来说 因为这边的话 有时候廉价航空的机票是非常的便宜的 比如说从这边 你可以飞到挪威 飞到德国 飞到法国 西班牙 希腊 这样一些国家 有时候平时票价比较便宜的时候 可能单程的机票也就人民币 可能一百多两百块钱 甚至还更低一些 那么同样 如果说你选择坐火车的话 也是可以的 火车票可以学生半价 那么在波兰这边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火车票 还是在波兰境内 一般从这边到其他城市的车票 如果是买学生票的话 不会多于两百人民币 只是大多数一个票价 那么至于说在当地的一个住宿和饮食的费用的话 那么每个国家差异就比较大了 比如说北欧一般是这边最高的 那么差不多一天的费用是在 一千两百到一千五百人民币吧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住普通的酒店 吃普通的饭 那么如果是西欧这边的话 会稍微少一些 差不多是在八百到一千的样子 那么如果是东欧国家 比如说像捷克 迅阿利这样一些国家的话 那么费用可能会更少一些 但是不会少太多了 所以说如果出去玩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费用 当然了 因为波兰这边是持的生根签证嘛 所以你到其他国家玩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知道的大部分的留学生来之前都说要在这边坐穿牢底好好学习 结果半年以后再一联系 发现已经去了至少五六个国家了 所以说其实出去看一看也挺好 毕竟读书和开阔眼界 这两个点都是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后边这边有一条很长的土路 那么转过来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条很长的土路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大的一片 并不是说我们看的这么一点点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带大家全部都看光了 如果说你自己有兴趣的话 我相信肯定会有机会的 因为看我们这期视频的大部分朋友 都也是想要或者说是已经准备来波兰的朋友 那么你可以自己来这个地方看一下 如果说你对波兰的更多事情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么可以关注查米利视频 我们将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 持续的给大家推出一些关于波兰的生活 以及工作学习方面的一些情况介绍 好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再见 别忘了 我是一只待在欧洲的查米利 也别忘了点击关注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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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